各位观众你们好 多谢来到肥坤频道 收看肥坤的视频 记得按订阅 今天肥坤的位置 就是在河边新街 什么河边新街 镜头拍着河边新街 我的左边 就是南光货仓 未有南光货仓之前 这里是水边 这个水边是以前的 邓家的艇户 就是避风塘 避风塘 弯水弯来 当年有台风 那些艇户 就搬上马路 整条马路都是 这些小艇 又不是很大 全部上岸 好天 当然在水里 这条马路 就在这里晒晒鱼 或者晒衫 非常多 那些渔民在这儿生活 现在这儿非常冷清 人多多 今天我们继续走这边的马路 很多时候肥坤都是介绍对面线 那边霸环街 这边很少走 这边一路走上去 天桥附近的位置 就是以前的 亚洲汽水厂 亚洲汽水厂拆了之后 都没有什么 怎么变 都是地盘一个 找些板围实 那这边 南光仓 就 那边 就画了很多 图案 在这里 颜色非常鲜艳 那边 南光仓 里面有个 码头 那边 香港 和国内的货船 大件的物件 都会经南光仓 寄来澳门 大件的 那些 例如以前未有陸路,未有珠江澳大橋之前 那些貨物大建的全部都是經水路進來的 我們走一下這裏的附近馬路 以前這裏的圍板,對面那裏 有公仔那裏就是藍光倉 對面的圍板那裏就是以前的亞洲汽水廠的位置 大幅廣告,很多時候在舊相片都看到那幅廣告 鏡頭一直看上去就是藍光碼頭 應該叫做五號碼頭 基本上那些大建的貨物就經這裏 現時旁邊還有一個叫做貨櫃碼頭 貨櫃碼頭 亦都在藍光倉旁邊 這條馬路叫什麼名字 因為肥君都習慣不認識 sick 要找路牌 今和裏叫做貝利拉馬基士街 人家這條街名較比工藥可樂館更加 eh 這條也叫做內港 以前除了南岡碼頭 基本上那些碼頭都是木造的 木造的碼頭 現在這一段的木造碼頭 就全部拆掉了 建成為水泥石屎 但是它也不是叫碼頭 現在改建了物流貨倉 即是凍櫃、雪廠 已經製造了這些物品 後面就把漁船彎上去 下海鮮上岸 這條碼頭 非常多車 主幹度之一 行人就非常少 這些車的流量很密 舊式的碼頭 這段就沒有了 全部都是三、四層樓高的石屎樓 全部都是物流倉 這裏拍攝著這個位置就是冰廠 做冰條 以前有一個冰廠 都是在林茂堂那邊的 以前那個已經沒有了 我們一路走上去 這裏有一個巴士總站 我們繼續走 內港碼頭 這裏應該叫上一段 這裏的屋 大部分都有騎樓 以前我記得大部分都是做機器的 即是那些漁船 彎了水 機器要維修 大修 抬車頭上來 在這裏修理 大部分都是做那些機器的 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還有幾間是做魚欄的 個別有幾間是做汽車修理的 性質已經不同了 已經變了樣子了 這條路比較靜一點 沒有什麼行人 這裏由頭到尾 去到斯達口 那些屋都是騎樓 騎樓屋的 有騎樓的 下雨就不怕濕身了 這些 這些貨倉大部分都是做凍肉 冷藏食品 貨物物流 食品批發 醬料批發 都是在這些倉上 在那裏 再走下一點 就回到斯達口 這裏 它的長度 就不是很長 眼看 有很多貨車都很繁忙 畢竟是貨倉 出入也有很多貨車 有些店舖已經改了為洗車 修理汽車 機器店已經沒有了 以前一堆都是做機器的 做機器的 做船上的機器 換零件 現在就沒有了 多數都是做貨倉多 有些部份 沒有開門 疫情關係 直接都關了門 差不多10間 有8間關門 在這裏 現在我們看到大風倉 到斯達口 時間很快便到 一會便到 因為這條馬路 又不是很長 分數兩折 內港碼頭 大風倉 也是一個殼 裏面已經塌了 我們走到這裏 舊的金城戲院 水字行的位置 這邊人流比較多 再走上少少 就是斯達口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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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 account購包 馬喻 Cathy 你們 我會